是的 我没办法啊 我特别想出去工作 为什么呢 就头一段时间 我一个小姐们 然后那个卖那个减肥的产品 就她那小姐们 根本不靠谱 我告诉你 一会儿卖这个 一会儿卖那个 卖减肥产品 我想着我生完孩子 是不是身材也走样了 我自己吃点 然后我也再卖一点 然后挣点钱贴补家用 五千块钱 死活就不给我 打了一个月 愣是没给我 最后不给你了吗 五千五千 是不是给你了 你弄的那些产品 你卖了吗 我没卖 我可以自己吃 吃完我瘦 我也漂亮啊 你自己吃 那现在还在家放呢 你怎么不吃呢 你就吃了这一点 那产品我不说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也瘦了十多斤 是不是 然后从这之后我跟你说 主持人 银行卡 微信 支付宝 通通给我换笔码 一个月给你一千块钱生活费 还得交物业费 随电 这家孩子吃水果 生活费 到我几乎就是什么都没有 我想买个衣服化妆品 我才跟他要钱 他高兴给我 不高兴他不给我 我不都给你钱了吗 我素质都给你钱了吧 但是你买那些乱七八糟 又什么水光灾 又什么美容仪的 你买那个有用吗 说美容仪的事我也挺生气的 真的 有一回我一个小姐们就出去旅游 我说你要不要就是也带一个什么 你说我那边也让人家买了 我不能不给人钱吧 是 是 是 对 你给人钱你不能拿我的钱吧 你跟我说了吗 你偷的就把我钱给拿走了 主持人的说对话 那是我留在上货的钱 我跟曹律等我去上货的时候 这钱就没了 你看 就没了两千块钱你知道吗 他这样说我心里特别不舒坦 在台上说得还好听点 在家说我偷他的钱了 真主持人 我特别寒心 真的 我为什么要出去工作呢 你看我现在在家什么地位 你看我什么地位 花两千块钱愣是成我偷的钱了 经历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你也能看出来我 挺焦虑的 你能看出来吗 我在家我脾气特别暴躁 以前我不是这样的 跟他主持人 以前我也挺会 但最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是莫名其妙地发邪火 您知道吗 对对对 你都干了一些什么事 你告诉我 就有一次嘛 孩子不是生病嘛 上吐下泻的 我这边擦完吐了 那边又拉了 他也在那个我打下手 但一直就像不耐烦的那种 这孩子是我自己的嘛 弄得你还不耐烦 不是 你欣赏孩子 我也欣赏孩子 我哪儿不耐烦了 再说了 我给你帮完忙 你反过来又说我 又骂我的 我能不生气吗 我是骂他了 我是骂他了当时 你骂他了 我骂他了 我给你帮忙了 又不是妹给你帮忙 给谁帮忙啊 那谁孩子啊 他总是这样 是我自己 谁孩子啊 谁给我帮忙啊 别说这话了 真主 谁给我帮忙啊 对对对 接着说 接着说 我给谁帮的忙啊 对不对啊 但是你问他怎么做的呀 孩子生病呢 摔门就走 我能不走吗 我抱着孩子正哄呢 人家急眼了 跟我干当 最可恨的是 把那辣椒酱都弄到我眼里 疼死我的头 他抱着娃 你在那眼睛里抹辣椒酱 你可以了 不是抹辣椒酱 是他一急眼 拿起那辣椒酱 那碗直接就飞过来了 你看他 孩子还在你怀里呢 对啊 我这么一打 直接就飞到眼睛里了吗 不是他肿这样子 上次那事你看 他就在家里可能抬杠了 你想我当时捂着眼睛 就奔医院去了 上次那事我还没说完呢 只有你跑这儿了 主持人你知道上次吗 就孩子生病那次 这不是就孩子生病这次吗 不是 另外一次 你看天那么冷 孩子生病我弄不了啊 我就给孩子穿衣服 显着去找他 最后在哪儿找着他 网吧 我找你 我求你 我说你看孩子生病了 是我做的不对 人没回来 人就跟没听见一样 就在那儿玩游戏啥的 哄你你不回来 我走吧回家吧 是不是 回家 想着一会儿消气就回来 姨也没回来 不是孩子生病 为什么你去网吧呀 我一回家他就跟我发火 那我没地儿待 我只有上网吧待的 我不可能说回家 我也回家跟他吵架 那有意义吗 我躲着点还不行吗 说到辣椒酱那次 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他是我理解他忙 每天都在忙 我也在看他眼里 每天跑车回来 我知道他累 洗浇水端好 爸拖了泡泡泡累一天了 挺好 饭菜端好 换着样子变得发的做 你对人好是好 但是你啊 对人好就可以发脾气 不行 对啊 说一说嘛 然后那次你知道吗 孩子不是闹吗 一下午了 老先生就在那玩手机 哎呀真的主持人 我哄得已经特别不耐烦了 然后我就想着 搂着孩子睡一会儿 挺累的 等我一整眼 就是朦胧那阶段 一整眼孩子在窗边 要下去 我下意思 我也是不耐烦了 这一下午 我就造孩子屁 我就两下 他可好 摔了鼠标 静指着我鼻子就骂我 他骂我 我能高兴吗 然后紧接我就给他 学辣椒酱 然后进他眼里了 进眼里 我也知道我做错了呀 我想着又没有给你 匆匆洗一洗什么的 我给你道歉 总行了吧 确实是 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把我催躲地上就走了 那就是你 我弄了 等你要再还我 我就落死了 你知道吗 又是一夜没回来 这都两次没回家了 经常的就这半年 一吵架 听明白了 我帮你做主啊 你出去工作 你挣奶粉钱 他的钱 他给你换岗 行不行 行 我同意 但是他不同意 你同意啊 我同意啊 你能挣来那个 养家的虎口的钱吗 可以 没问题 就一定要出去打工了 对 娃也不要了 给他奶奶带呗 人家给他弟弟 就是给他二儿子都能带 凭什么给我们带不了 所以我就问 下面的问题 就是我特别想问 为什么给弟弟带 不给你带呢 因为吧 我弟他们家孩子 先出生的 比我们家稍微大一点 我妈出生的 就给带了一段时间 我弟在这开了个蛋糕店 店里特别忙两口子 所以这种 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妈才得帮忙带着点 你看就是一直讲着 然后有一次我就想着 你看我跟他受不了 是不是能跟我婆婆 沟通沟通啊 然后我就去找我婆婆去了 我说妈你看 你给我弟带孩子也带 然后你能不能帮我也带 哎呀不行 我带不了 我不好受 反正你一句我一句 然后就哭了 哭了就给他儿子打电话 打完电话 他儿子没一会儿就回来了 就跟我一顿吵 我妈那么大年纪了 你去你 你那是怎么跟他说话呢 你好好跟他说话了吗 我妹不好好跟他说话呀 我就是说 你怎么能给我弟弟带呀 你顺不重男轻女啊 我就说这他就哭了 我就特别委屈 那你想怎么着 今天来这儿 我今天就想着什么呢 完全可以我出去挣钱呀 我不是没有这个医院 我今天完全可以独立 就这样在孩子这儿了 经常吵架 就跟我冷战 就不理我 我真我烦了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当妈妈 理解理解 就再说就有的观众朋友 就是当妈妈 都可以理解我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我真就自己哭一抱 恨不得你知道吗 我跟他不图别的 我就想着 在我累的时候 去帮帮我呀 就让我整个人 我 我 都吃